听到他想挑战的内容 我都觉得冷 一百八十天 能不能在那个 零下四十五度的 极寒环境当中 完成这个挑战 完成这个梦想呢 时光之门 请开启 大家好 我回来了 好 每一个梦想 都值得被记录 我马上来看一下 宽兽短视频 全程记录的 一百八十天追梦旅程 当很多人知道 我要去零下四十五度的 冰水里游泳时 他们觉得我一定是疯了 时间都过去一个月了 信仰的温度还在零度以上 你冷不冷啊 你冷不冷 要不然你下雨试试 感受一下 我又上了 你冷不冷 不能 但是必须来到户外游啊 我才能起到锻炼的游啊 我必须找一个更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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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扎进湖水里 好像骨头缝都结冰了 你不是还要下去一次吗 不要下了 皮拳疼了 脚已经没有自觉了 我决定去做个全面的身体检测 看看这三个月的训练成果 这个是您这次对比之后的一个结果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曲线也都比较大的一个提升这样 然后整体的结果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希望您挑战贝加尔湖成功 哦 谢谢 谢谢 我现在在零下35度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我要在这里准备我的耐寒训练 在去贝加尔湖前 我要先挑战一下哈尔滨的冬天 男儿正是这个决定 让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些是选的 不要 收拾我 开心 好 哎 猫子 这好点了 好多了 不能买了 你刚才好多了 刚才是特白特白的 我的手指全部被二级深度冻伤 左手特别严重 医生告诉我 我很可能会被截肢 我当时说实话也挺难受的 也一直没睡着 不是 我觉得还是别去了 你的手都成这样吗 还去干啥啊 这是我这一次要挑战的项目 肯定要去啊 那边是多少度现在 那边是零下45度左右吧 那边是零下45度左右吧 不光说贝加尔湖 那个放弃了 我所有的都不会放弃的 等你这几天收好了之后 那我再回去吧 哦 那就辛苦你了 你把手养好了 这个 已经快坏掉了的时候 来个拥抱 今天 我感觉上次又有一个好转 既然来了 哪有不下水的道理呢 有什么能打败我刘月琳呢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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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了一会儿 儿子担心我三口进水 劝我赶紧上了 终于迎来去贝加尔湖的这一天了 是不是看起来就很快啊 用好久的功夫才能够扩开这么一点点 我忘了是我的 我一天的功夫扩开了一个 他在那边 叫我永世 五十岁的我 没有一天放弃过梦想 在冰蓝色的水天之间 我把勇气写成最美的样子 这个短片 已经告诉我们最终的答案 以圆梦成功 我到现在看着我都觉得了 零下四十五度 真的那种穿着笔记银上外面的时候 真的皮肤像刀割一样 这个手现在还可以看到 现在指甲要脱落 当时特别严重 然后到医院去 医生告诉我 他说 你的手指是深二度度伤 如果三度是肯定要节肢 这属于万幸啊 然后我说 医生我明天怎么游泳啊 他说你还游泳 你小特不得打你 我跟你说还想着游泳 当天晚上是真的痛了 一分钟一秒钟都不能入睡 我就这样一个月每天照顾他 虽然我的手变难看了 但是他还是好好的 还能用 太不容易了 但我真不知道你身边人是怎么想的 就像你180天前说 不告诉家里人这个挑战 就是为了怕他们担心 对 儿子还是知道了后来 陪着你训练什么的 儿子今天来了 哪呢那帅小伙 打拼之前放 那个比较帅的 主持人你好 你好 你好 我真的很想问问你 首先我觉得有一个不断地去完成各种人生挑战的母亲 是一件特别让人自豪的事情 但我同时又觉得这是一件特别让人担心的事情 其实我这个内心是比较纠结的 我一方面呢就是非常担心 你像他现在到这个年纪了吗 谁这个年纪啊 对啊 谁这个年纪啊 对啊 会不会锁话 他说全国观众朋友 可不是什么在暗时刚出头对不对 他每天追求的东西 可能跟别人不一样 就是我很高兴有一个这样的母亲 他 其实吧 去俄罗斯的时候 我把他推冰空中里去了 他 其实吧 去俄罗斯的时候 我把他推冰空中里去了 这是 他说我给你拍个视频 你可以 我给你拍几张照片 你可以发个朋友圈嘛 后来我想着呢 我下午下来了 我为了发个朋友圈 我也就拼了 然后当时呢 有一种偷才换过的感觉吧 是亲生的吗 这孩子 是的 这是他最牛的一个朋友圈 以后不要拍照片 拍快手短视频 得到的好评更多 好的好 好 好 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 要这种积极的状态 传递给现场 和电视机前的所有人 咱这目的也就达到了 我还要送给大家一句话 好 是我的名言 并非红颜易老 是你流汗太少 好嘞 恭喜 恭喜杨梦成功 谢谢 如果能活到100岁的话 我会挑战到100岁 所以说有人见到